独生子女要继承父母的房产 竟然一下子冒出了22个继承人 她还能顺利继承吗 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关于独生子女继承权这个事 我们此前跟大家聊过一次 很多朋友们看过我们的节目 才觉得恍然大悟 原来她所认为的真的不是理所应当的 很多朋友甚至说她得赶快做点什么 防止未来有一天她真的无法顺利继承遗产了 最近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记着这个案子 把这件事情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前不久温州市有一位养女士 她想把房产做一下过户 这套房产是她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购买的 不幸的是她的母亲2004年 她的父亲2007年撒手人寰驴室了 她作为父母唯一的独生子女 那她觉得这套房产显然应当归她所有啊 所以由于她脑中有这样的理所应当 她就没有去做稀产 没有去做房屋的变更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年 她觉得想把这套房子卖出去 所以呢要先对房产进行更名再卖 结果更名的时候麻烦了 有相关操作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 你要去更名啊 你一般要到公证处 公证处要查一查这套房产 有没有继承人 没有其他继承人就给你办 可问题是杨女士觉得这套房产是她父母的 她是唯一合法继承人 公证处的人查阅相关资料之后 所以告诉她对不起啊 这套房产总共有22个继承人 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分一份 当然了权重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是有权利的 如果你现在想自己完整的继承这套房屋 把房主变成唯一的你 对不起你得其他的继承人放弃才行 这22人从哪来的呀 杨女士一听都懵了 她父母不是只有她一个子女吗 为什么其他的人甚至有很多人啊 她都常年不联系了 人家也享有这套房产的继承权呢 这是有原因的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根据我国现在的法律啊 一个人死亡之后 他的遗产是分第一顺序继承人 和第二顺序继承人的 咱就不说第二顺序了 第一顺序继承人都是谁呢 这个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大概率我们是黑发人送白发人 我们的父母一般都会遭遇我们离世 所以呢大部分的遗产继承案件 到最后啊 第一顺序剩下的继承人就只有子女了 多说加个配偶 可是毕竟这个世界上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 假设一个人先与他的父母去世了 那么对不起 他的遗产就要由他的父母 配偶和子女 这些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 有几个人就分几份 当然了在司法实践中呢 有很多爷爷奶奶他会主动的放弃 比如说有一个中年人因病离去了 理论上讲他的房产归他老婆一半 那一半作为他的遗产 应当由他的父母 他的配偶 他的子女共同继承 可这种情况下呢 大部分爷爷奶奶会主动放弃 说我不要了 我不要我儿子的遗产 都给他的女儿就可以了 那就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前提是人家自愿放弃 如果人家不愿意放弃呢 人家当然是合法拥有这份继承遗产的权利 杨女士这个案件就麻烦在这里 她的母亲2004年去世 她的父亲2007年去世 当她母亲去世的时候 她母亲的父母有建在的 当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呢 她父亲的父母也是有建在的 那么这几位当时建在的老人 就合法的拥有继承自己子女财产的权利 如果当年04年07年的时候 杨女士就去做了稀产 那么她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 一定会大度的说 我放弃我这份权利 我不跟我的孙女或者外孙女争产 该我合法继承这块呢 我让夺掉了 我不要了 如果当年做了这个稀产 完全没问题 这套房屋产权就很明晰了 这套房屋产权就是杨女士的一个人 可是当年 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是法盲 所以谁都没提这个问题 大家就理所当然的觉得 这套房产就应当由独生子女杨女士 一个人继承 结果麻烦了 杨女士的父母去世之后 她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相继去世了 但是他们在去世之前 没有对自己的遗产做任何的交代 那么问题就来了 假设2004年 杨女士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她的姥姥还健在 所以她的姥姥是可以继承她母亲的房产的 当她姥姥去世的时候 她没有对自己的财产做任何交代 那么她姥姥的子女 也就是杨女士的阿姨或者舅舅 就有权利代位继承她姥姥的财产 也就是说由于她姥姥当年没有做放弃财产这个动作 所以当她姥姥去世之后 杨女士父母留给她这套房产 就有一小部分要被她的舅舅或者阿姨继承了 当然她奶奶那一只也是这样的 更麻烦的是如果杨女士的舅舅阿姨叔叔姑姑 他们去世之前没有对自己的遗产做任何规定的话 那么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杨女士的堂兄弟姐妹 或者表兄弟姐妹 他们也拥有合法的继承杨女士父母房产的权利 当然这份权利是从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 所以公证处的人一查相关资料蒙掉了 原来这套本应由杨女士自己一个人继承的房产呢 现在多出了22个继承人 麻烦大了 经过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协调 最终杨女士把她这些亲戚统统找到了 而且人家挺大度的 没有一个亲戚说 对不起啊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 我也可以继承这个房产 人家都表示说 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人家真是把自己这个权利放弃了 他不放弃的话 法律完全是允许的 最终在做了大量工作之后 所有的亲戚们都放弃了权利 杨女士才完完整整的 把她父母留给她的这套房产 改了名变成自己的房产了 虽然中间有过很多波折 但最终还是个大团圆结局 可是这期间那真是耗费了不少心律和精力 而且咱说实话 这么多亲戚中 哪怕有一个说 哎呀 我主张我的合法权利 那你这个事就没法往下推啊 杨女士你可能就得补给人一笔钱 人家才能欠这个字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学法懂法是多么的重要啊 倒退几十年啊 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财产概念的 我们都是一穷二白过来的 而且那个时候房产又不可以买卖 而今天情况真的不一样了 哪怕相对比较贫穷的家庭 好歹有处房产 房产是固定资产 而有着比较大的价值 很多人都觉得 那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房产天经地义 可是大家看到了吧 经过这个案件 我们真得了解到 机缘巧合之下 你的一套房产恐怕会冒出几十个继承人 那么有没有规避的方案呢 当然有 只要老人立下一份遗嘱 说不管我其他的继承人 我就把我这套房产 指明给我的儿子或者女儿继承 那么有着一纸法律文书 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